著名维权人士王力宏被捕已经超过100天 他的儿子齐建祥每天在推特微博上呼吁 放我妈回家吃饭 最近海内外网友共同发起声援行动 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王力宏 对于王力宏的被抓捕 外界普遍质疑中共当局是在对福建三网民围观活动的秋后算账 今年3月21号晚 北京维权人士王力宏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传唤抄家 王力宏被警方带走 抄走手提电脑 台式电脑主机 光碟 书籍等物品 王力宏被公安带走后一个多月 亲属没有收到过任何法律文书 后来通过多方打听才知道他被关押在朝阳区看守所 王力宏曾参与湖北邓宇交案 福州三网案的庭审 关注山东李春霞自杀案 关注节食宝宝之父赵连海 关注艾滋病受害者田席等 去年10月 他与朋友们到外面吃饭时 被北京警方无故拘留8天 之后被软禁三个多月 自从王力宏被捕后 他的儿子齐建祥在推特微博上 每天发出放我妈回家吃饭的推文 齐建祥表示 他的母亲向律师透露 在这次关押期间 警方审问他的内容 主要是有关福建三网友案 2009年 游行又等三人 因关注移遭轮奸致死的福州女子颜晓玲案 被控诽谤罪 案件审讯期间 访民及网友前往法院声援 齐建祥 王力宏也在现场 而齐建祥相信 当局认定是母亲组织他们前往 因而对他进行打击报复 此外 王力宏曾被警方要求写保证书 他写了不做保证书的声明 其中写道 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我不能保证面对苦难时保持沉默 我不能保证面对像钱云慧 唐福珍 李苏联这样的悲惨事件假装看不见 王力宏被抓捕的事件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德国之声7号的报道中说 爱尔兰前线 大社国际 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都在跟进后续的工作 大社国际香港发言人基纳向德国之声表示 我们确认王力宏是一个女性人权捍卫者 他关注的议题超越了政治 实际上 他关注的是民生和社群有关的议题 中国当局用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来让一个人权捍卫者不能够发声并进行关押 这也违反了国际的人权 反对任意关押 反对酷刑等各项标准 新唐人记者李安安 李若林综合报道 新唐人记者李安安 李若林维合报道